我们现在在这里找一个加工的酒楼 在这边 来这里加吧 先来这里加工 二楼没有拍 三楼 三楼 两位吗 对 两位吗 对 这样做的时候随便是吧 这个吗 可以 坐这里吧 眼睛皮皮虾 这是这是地腕蟹 这个这有什么做法呀 有展介收容中有避风堂 避风堂 这个这个收费怎么收 这个都是20块钱一斤 20块钱一斤 避风堂呢就是没有加 就20块钱一斤 可以 是两斤七好像 两斤八 我撑的 我会撑的 行 这三个好 对 甜蜜菠萝菠萝饼 30块钱一份 这边还是小炒蔬菜 是按一斤来算的 是12块钱 生上的话是15块钱 煎草炸呀 闷啊 蒸呀 这些都有写着 这些就是 一斤是20块钱 两壳生蚝海达 每一只是5块钱 生蚝炸工费是5块钱一个 这上面还有别的 其他的一个收费的标准 清蒸生蚝 蒜蓉的 5个加工费5块钱 是个生蚝 看到没有 拍了没有 300多块钱的地碗蟹 这是做法 是密封糖 做法 然后把它咬爆 哇 真的吗 来 咱们吃个皮皮沙香 咱们吃饭 酱油 吃的 鱼 鱼 吃的 鱼 吃的 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海鲜大餐我们就吃完了 现在是骑着机行车返程回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我这一顿海鲜餐的总消费 食物我们总共是买了三个品种 分别是有PP3 连金46元 大闸蟹 一只是350多 还有五个生蚝是25元 然后呢 我们就是拿到了这个酒楼那边加工的嘛 加工费呢 和这个仓位费啊 总共是145元 这个食品和这个加工费呢 加起来总共就是消费了这个570多块 这个是两元份的 大家觉得今天我们这餐消费贵吗 如果是我们到那个普通的餐厅点 这三道菜的话 会不会比我们自购会更便宜呢 欢迎大家留言 好了 这期影片呢 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